嗨 大家好 我是黄佳兰 今天我们来一个解疑的小环节 就是我们在滑行过程中 有的人说要转胯 有的人说要转膝盖 有的人说要转脚趾 那到底我们该转哪里 还有的会说转肩 甚至转头 对不对 那到底该转哪里 现在我们给大家一个答案 就是我们要转胯 为什么呢 但不只转胯 是以胯为主 因为胯在我们人的正中间 它动了 所有东西都会动 然后我们现在来看看 我胯转过去了 大家看一下我膝盖 我胯转过去了 我膝盖 肩 脚 头 全都动了 所以是以胯为主导 全部东西跟着走 是这样的才对 单独转膝盖 试一下 我们的胯定在这里 单独转膝盖 哇 看到都难受 所以所谓的膝盖内扣 不建议的 很伤膝盖 膝盖的内扣是什么呢 不是内扣 是我们胯转过去以后 膝盖顺着过来一点而已 这样的话 跟我们平时打篮球 转弯跑步是一样的而已 不至于会伤膝盖的 而且这样才是最舒服 最有performance 最有表现力的 那好 现在下面了 大家看一下我们做个示范 就以胯为主导 以胯为主导 其他东西都是跟着走 胯转过来 胯转过来 练习的时候 我们就这样用手 扶着自己的腰来做 对 这样能保证 我们滑起来的时候 这一致性 对 当我们能好好地用上 胯的力气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不用再这样了 因为有点傻 但是如果忘记了 胯不会动了 扶着它这样转过来 对 扶着它这样转过来 把胯转过去 把胯转过来 哎 板子就走了 对不对 虽然有点傻 但是很有用 大家一定一定要好好练习 多掌握这个胯为主导 的这个转弯方式 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嗨 大家好 我是黄嘉兰 那很多朋友会问 我们在转小回转的时候 到底怎么样 可以把板子转得这么快的 那这个问题呢 就关乎于我们很重要的一个点 就是不要锁胯 是把胯稳住而已 我们的胯依然是我们转向时候的主导 头半个弯也还是它转的 我们就试一下 胯转50%的弯 然后膝盖把剩下50%弯转弯 这种感觉 每一下都是 一 二 一 二 这种感觉 好吗 我们来试一下 做一下实验 看这样我们的弯会有什么样的变化 来走 我会用手笔给大家看 我转了哪 来现在先是后任的第一个弯 我一定要看有没有人 好过来先跨转了膝盖转 跨转了膝盖转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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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有没有都是分开的 我现在把动作做极端一点 跨转走然后膝盖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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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现在是做夸张一点给大家看 大家不用做的那么夸张 记得换转的时候 转小弯的时候 要快的话 分工合作 跨膝盖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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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很关键的 这个顺序一定要搞清楚了 搞不清楚的话就变成什么样 有央割了 对不对 好 下期节目见